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,苗栗线头份是嘉年华KTV因半年内连两次融流为成年逗留并发生斗殴事件,遭苗栗地方法院裁罚勒令停业三天,也创下全线首例,不料昨天恢复营业首日,嘉年华KTV又传出有民众聚集群殴, 头份警方出动快打部队立刻到达现场,警察确认警示两包将顾客口角,并未发生肢体冲突。 昨日嘉年华KTV回复营业首日,客人众多,警方昨晚配合酒驾扩大取缔,由头份警分局分局长赖明祝帅队林检嘉年华KTV但深夜11点多, 接过民众报案称KTV内有群众斗殴,警方不敢大意,立刻启动快打部队,出动12名游士警力到达现场。 警方表示,警察闹事两批人马年纪约20岁上下,当时为其中一包厢顾客到走廊讲电话,与隔壁包厢顾客身体擦撞, 双方接待着几分9亿碎爆发口角,引发其他包厢顾客围观,但并未发生肢体冲突。 警方到场后,双方也各自回到包厢,冲突未扩大。 嘉年华KTV去年8月及11月时,英荣留未成年深夜消费,并二度引发斗殴造成多人受伤。 警方已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,将业者移送,法院拆罚12000元兵储,停业三天,自3月7日生效。 昨天是恢复营业首日,但又传出闹事纠纷,而深夜12点多。 业者又通报警方,称有位成年逗留,请求警方到场劝离。 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领检加年华KTV,避免再有位成年逗留,眼睁闹事纠纷。